为协助花莲推展高尔夫基层扎根 花莲县长背高球锦标赛5号6号两天举行 共来自全国各地35所学校 大约是250位的师生参赛 今年更新增了校长主和教师主 除了切磋球技 也期盼可以培养高球运动人才 高尔夫球师奥运项目也能扬名国际 为了配合花莲县府推动运动人才的培育 协助推展高球基层扎根 花莲县长背高尔夫球锦标赛 五六两日举行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35所学校 约250位师生参赛 今年的冬奥有潘正从也是台湾人 并不是花莲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高尔夫球也是奥运项目 而也能扬名国际 我要非常谢谢在推动高尔夫球 在这几年六年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花莲县也因为从推动第一届的高尔夫球到现在 虽然期间教育部应该有停两年左右 但是花莲县依旧全力在推动 所以从国小国中到目前高中 每次遇到现在四级大学 我想这是一几万只希望为花莲的孩子开启一个运动之路 除了有花莲北道南高国中小学生参赛 今年还有新竹 彰化以及宜兰等外县市选手 并新增校长组和教师组增加比赛的内容 除了彼此切磋球技 也期盼培养高球运动人才 同时活络花莲高球运动促进观光 接着讲报言和联施报导